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独特族群 自秦朝争立南戎百岳以来 历经西进永家之乱 东进五湖乱华 唐末皇朝之乱 中原汉族大举南迁 其中一部分从江西进入闽西和广东 在天江和越东的梅江流域 与当地的苗瑶女族共同生活 千年融合演化 最终形成具有独特方言 风俗习惯和文化形态的客家民系 而部分没有完全汉化的苗瑶女族 成了如今的奢族 赶南 闽西和越东是客家的大本营 客家人在这片土地上安家后 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迁徙 走向香港 台湾 东南亚各国乃至全世界 今天 全世界约有八千万客家人 其中国内五千万人 国外三千万人 石壁 位于武夷山脉南端 十三名宁化县的一个镇 盆地宽阔 土地肥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海外客家人兴起回国寻根热潮 根据族谱 他们最后找到石壁镇 石壁村 1995年 石壁客家宫祠落成 玉坪堂上的神龛里 供奉着从这里走出去的 一百六十多个客家姓氏十足 宁化石壁 成为全世界客家人的祖地 客家首府厅州城 厅江之旁 出立着一尊健壮的客家母亲宿像 厅江千百年来滋养着客家母亲宿像 客家儿女 孕育了客家文明 是客家人的母亲河 作为客家的核心区 古厅州府下辖的八县 是纯客家县 客家文化最为深厚 在客家族群的形成过程中 起着重要作用 客家人性格刚烈 坚持理想 百折不回 客家妇女特别勤劳 很少裹脚 客家男子强悍 擅长狩猎和山歌 历史上 客家曾诞生无数忠臣一世 劫富列宁 客家地区保存了 汉族敬祖墓宗 崇文宗教的传统 宗祠文化十分发达 龙岩上航县 官田村的李氏大宗祠 占地五千六百平方米 规模宏大 领仪森严 连城县紫溪村 竟先后新建了六十八座古词 客家祖祖祠前 齐甘如林 用以表彰博取功名的近世举人 进行一个家族 对于文化的尊崇 客家 是一个民性 也是一种文化 一刻一加 这是一个执着前行 奋进不息的族群 正如天江之水 浩浩荡荡 奔腾入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